好 再來我們來討論預算 我想這個有關於外交部所屬的底下的基金 不管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國和會的基金 要討論的這個民主基金會的基金 這些基金會受不受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的規範 你說民主基金會啊 對 就是這邊的基金會這些人受不受公職利益 我沒有叫你換喔 先換回去 他們應該是財團法的規範 算不算 算不算公職利益迴避法的規範 應該 應該 以國會為例喔 國會基本上都是勞稀法 但是因為也是 算是政府的公社財團法人 所以財團法人法成立以後 基本上都有些利益迴避的事情 還是必須要利益迴避對不對 基金會的基金都是名子名高 我這邊請問一下 有一位叫做Michael Cole的先生 Cole一將先生 請問跟民主基金會是什麼關係 跟 跟委員報告 他是 他現在跟 是民主基金會的 有一個台灣Democracy Bulletin的 算是 合作的對象嘛 並不是基金會的人對不對 不是 這一本預算書裡面有沒有他的名字 這是109年度的預算書 有啦一定有啦 有啦 有我們 好 你知不知道這個名字出現幾次 應該一次吧 不 不止一次 你回去慢慢查 請問這個人跟您什麼關係 他是我先生 他的名字在這本預算書裡面出現非常多次 至少四次 我可以查 他不只有 參加工作坊做主持人 他不只有 他不只有 擔任評論人 他還送到 奧地利跟波蘭去參加 活動 前年度還參加各種會議 來編民主通訊案對不對 他是有跟團 跟我們的團一起出去 好 我現在就是要問 次長 副執行長的先生 在這個會裡面一再受到補助 這本預算當中出現他的名字 多到他都不知道有幾次 你認為這有沒有符合利益迴避 這個 他有一些是受到我們部裡面補助的團 去參加的 還不是基金會的經費 這裏面的預算書都是基金會的經費 這個是這樣 當然Michael Cole先生 他可能有他的專業 那在財團法人法的規範下面 的利益迴避 我想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然後我書面來回覆 我希望你書面提出報告 好不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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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ed